杜月笙 他身上有无数的标签,除了人们熟知的几个身份外,杜月笙还曾经是中国红十字协会副会长,带头捐献了150万抗日救国,曾经创办了上海大工职业学校,他是目前江苏科技大学的前身,培养了无数的精英人才。 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,小时候身是比较可怜,父母很早就去世了,在高桥靠着亲戚的救济勉强活了下来。 后来,独自闯荡上海滩,败在当时的流氓大亨黄金戎门下,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圆滑的土式手段,一步步成为威震上海滩的流氓大亨和青帮大佬。 杜月笙之所以后来有那么大的名气,一方面与自身的能力有关,另外一方面与其结交的人物密不可分。 杜月笙把情义看得比钱财重。 初都,他曾经说过钱有用完的时候,情义却永远用不完,也正是因此,他结交上了蒋介石,认识了当时还落魄不堪的代理,帮助逃难的张学良,救助国学大师张太炎等。 当然,杜月笙也曾经做过不少的坏事,这其中就有帮助蒋介石,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,大肆逮捕和迫害共产党人,秘密杀害了当时的工人领袖王硕华,成为蒋介石在上海的一个棋子。 这也是为什么说杜月笙是一位复杂的人,他即是蒋介石,迫害革命人士的大手,又在民族大义面前是非清白,坚决不当汉奸,积极抗日,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好人与坏人来评价他。 正是鉴于杜月笙在上海的影响力,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想拉拢他,前期他站在了国民党这边,等到解放军快要打到上海的时候,他却犹豫了,是留在上海,还是去台湾,或者出国,最终他选择了一个最佳的方案去香港。 从这个选择也,能看出杜月笙的精明之处,留在上海,他担心共产党会找他算法,去台湾他将一无是处,只有去香港最合适,这样既不得罪共产党,也不得罪蒋介石,两全其美。 来到香港的杜月笙,生活过得并不舒心,一方面,他失去了在上海的权势和威风,另外一方面,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终于在1951年8月16日,杜月笙离开了人间,他的传奇人生就此结束。 在临去世前,他把所有的欠条都撕毁了,把最后的15万美元分配一下,临终时说好。 好,大家都有希望,对于杜月笙这样的人物,共产党肯定也想利用他最典事情。 当时,上海陈毅市长曾写信,让杜月笙会上海,共同发展上海,但杜月笙再三思考之后,还是决定留在香港,就连毛主席也曾评价杜月笙说有本事,没脾气,这正是杜月笙眼里的一等人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